字幕 李宗盛 文哥 今天垂頭喪氣 文哥 這幾天好像每天都像年初四 什麼叫年初四的面子 初四 家又哄完 請又洗完 工又要回 還哪有何命厚 文哥就是這次 我知道了 不用問阿貴 十有八九都是得了國足輸球的後遺症 唉 最近看世界杯中國南足比賽 先輸給日本 七比零 然後又輸給沙特 已經出線沒望了 真是被中國南足激死 那倒是 和日本對打結果得了頭七 在大連市和沙特比賽時 沙特隊一名球員因為犯規被罰出場 比賽中比中方球隊少了一名球員 中國南足佔進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 仍然輸了球 真是奇恥大獄 黃大仙 死了人才說頭七 又慣足球什麼事 世界杯亞洲區余選賽 頭一場比賽 中國南足輸了七個頭 那就叫做頭七 而且這樣輸 球迷死了的心都有 三姑 我有看新聞 江西九宮市有個很出名的球迷 叫做怪異牛 在中國南足慘敗的馬克 簡直極到氣族生蒙 還有網民建議怪異牛的家屬 去學院立案 起訴國家足球隊的輸球 令球迷失了面 怪異牛 是我們No.1的球迷 早起1985年 因為中國足球隊輸了一場球 他一怒之下 扔破家裡的電視機 氣爆爆地跳進了長江 2004年 亞洲杯決賽 他創驚人之舉 踩單車 騎行二二八天 一千八百七十公里 趕到北京 為中國隊加油 唉 可惜中國隊雖然有一流的球迷 足球隊卻是追不入流的 所以大家要珍惜生命 遠離國足 不要被他夾生氣死 嘩 嘩 還有我看網上有些片 恐恐的球迷 嘩 嘩 哭了 嘩 跟中國國家隊的球員說 你輸了球都不緊要 我最怕你們都沒有鬥子 你踢贏贏的 你踢贏嘛 這樣也可以 現在的網民 對國家足球隊 是罵聲一片 厚株不伐 一致呼籲解散局竹 還有網民建議 將9月5號 定為中國足球恥獄紀念日 確實也是 這場慘敗簡直就是 中日足球比賽的隔五戰爭 輸得其此大獄 嘩 黃大仙 你別這麼激動 越講越過火了 車三姑 人家足球協會主席 宋凱都說 國家足球隊 是最不怕人家批評的了 言下之意 就是大家 如果要批評的話 儘管放馬過來 嘩 輸了我球都這麼理直氣壯 唉 真是那塊面皮 比大象動要口 現在國足球員 連同足協 都好像過街老鼠 人人喊打 連大陸勇士 都有先進之明 這兩場球 根本沒有買那個比賽轉播球 都遇到國足輸定 無懷浪費錢 還貼錢賣能受 又傷害了我們全中國人華人的 民族自尊生 這班球員 要技術沒有技術 要鬥志沒有鬥志 要體能沒有體能 整隻賴尿蝦 真是越看越眼圓 喂 聽說那些籃足球員 每天都要吃海參 補身體 怎麼比賽的時候 體能還這麼差呢 三姑 你知道海參是無骨 軟性海產來的 軟籃籃的 吃得多就變成軟腳蟹 而且你從圖片上看到 中國足球員 每個人都吃得大肚腩 怎麼跑得過人家 聽說那些國足年生幾百萬 都很尷尬 他們憑什麼 拿這麼多工資 踢得一塊屁 長期以來 中國球迷們 一直將足球隊一輸再歲 歸咎於中國足球系統的腐敗 比如今年中國足球界 一連串的高級官員 就是因為受賄而被判入獄 我看新聞說 9月10日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公安部 在大連發布了一項公告 因事業賭博和假球事件 中心禁止43名球員 從事足球和與足球相關活動 除此之外 對另外17人禁止五年內 在中國從事任何與足球有關活動 可能大陸當局都怕 因為這次出波的事件 會引發起可塞的盟魂 最重要的是 出於維穩 就立刻碰壞足球界的敗類 以免像盟國熱血球迷 衝上街 定政府以油膽 近年來 中國足球界的腐敗現象 是越來越離譜的 到目前已經有 十多名中國足協高層官員 在反腐敗中落馬 2022年11月 中國足球隊原主教練李鐵 被人帶走調查 2023年1月19日 中國足協原秘書長劉逸 中國足球協會常務副秘書長 兼國管部部長陳永亮 也被人拘捕了 今年1月 李鐵出現在中國官方推出的 系列反腐紀錄片中 在鏡頭面前認罪了 他說他曾經行匯300萬元 當上國足教練 在任職期間 和自己以前所在的俱樂部 簽署了個人獲得6000萬元 好處費的合同 從而在俱樂部裡吸收4年 根本不合格的球員 進入國家隊 他還多次收授賄賂 要比賽球隊打架球 從中操縱比賽結果 謀取私利 還有 在今年三月圈 前中國作業主席陳叔元 因為賄賂 畢獲演判裝生監禁 根據報導 陳叔元在13年內 一共收授賄賂200多次 獲得裝備8000多萬元 在八月圈 前中國作協副主席李玉毅 也因嚴重受賄賂 避充11年有期懷疑 在今年五月圈 連國家體育總局元國長 九仲民 都因為互敗的問題 正在接受調查當中 嘩!中國那些足球界 上下蛇鼠一鍋 這麼嚴重? 怪不得每逢比賽必輸 對 只望這群財迷心跳的友仔 為華人爭光 寡婦抱死仔 沒望了 文哥 那你還做國足球迷、粉絲? 很不值得 小心文哥 下一個擊死可能是你 對 你們有這樣的時間和行情 不如離我當潮州粉果 買些潮州粉果吃一下好過 剛好我波頭在播 歐洲國家杯比賽更好看 如無意外 中國足球協會 會將所有輸球的責任 推到外籍教練伊曼身上 讓他背黑鑊 做梯罪羊 給他一塊招皮踩一下 但是有不少球迷就認為 國足輸球和中國足球界腐敗的根本原因 是官辦足球的官僚體制造成的 是啊 處罰或不處罰相關球員 實際上都沒有太大意義 中國足球搞來搞去都只會是官辦 官辦足球必然會衍生出腐敗 投入其中的企業為了撈回成本 亦不惜通過賄賂或賭球等方式獲利 搞來搞去 我覺得唯一一個有效的辦法 就是要官方完全退出足球市場 中國足球也正常態化 潮州佬 我真是想問問你 如果你是足球協會的高官 你會不會斷自己私底下的路 是啊 三姑說得沒錯 所以這個是整個社會體制的問題 其實當今大陸的韓國業都一樣 腐敗重生 上下都爛透了 無論是醫療體系 教育體系 還是食品行業 都是一樣腐敗到毫無底線 只不過中國足球隊不幸 沒有辦法 必須在國際比賽中 在眾目睽睽下被曝光死 而其他行業沒有被大量曝光 唉 總之 國足有時可能造假踢假球 而球迷希望國足贏球的感情 卻是真的 國足球員對球賽內幕深知肚明 而球迷就是懵惶惶惶惶的 是啊 連阿聰 陳白牆都自己拍片 說他都可以看到國足的根本原因 還跟上頭說 不如請他回去做國家隊的領隊 就算國家隊拿不到世界盃 至少起碼入到八強 反正不知道他是開玩笑還是認爭 現在很多大陸華人 尤其是小粉紅 又好像球迷那樣 明明自己被當局賣了也不知道 但偏偏還要為當局所掐兇兇 又可憐又可逼 這句話是不叫 就是了 是啊 越講越有趣節目 中國南竹逢賽必輸淪為過街老鼠 是由黃陽、毓民、燕妃、燕仔聯合廣播 歡迎各位點讚訂閱 多謝大家的支持 請多謝大家 請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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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謝